總管理 我們現在請秘書長來報告各黨團出席的狀況 報告我們協商會議的會議成員 現在是我們目前國民黨的負責人 國民黨、民進黨跟時代力量都已經到齊 那親民黨是他們的總召有特別講說 他可能今天會晚一點到 所以他希望說我們可以會議進行 那他們的助理隨時就跟他們聯繫 如果我們達成協議的話 他也會尊重我們協議的結果 是這樣 那個是李彥秀是國民黨 請坐 所以是可以開始開會 好那我們現在就宣布開會 那麼這一次召開這個黨團的協商 是有建議民主進步黨在2016年4月13日 發了一個函到我的辦公室來 他的主旨是為我國人以肯亞 後判無罪 卻遭中國當局強壓制中國一事 請蘇院長召開黨團協商 盡情建合 這個是民主進步黨以4月13日發到院長室的 那麼在更早一天4月12號 時代力量黨團發了一個函到辦公室來 他的主旨是有關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擬請蘇嘉全院長就中華人民共和國 將以肯亞後判無罪之國民非法 辱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事 召開黨團協商盡情查照 那麼我們既有兩個黨團的要求召集黨團的協商 所以我們就召集了今天的會議 那麼這個會議最主要就是 如剛才兩個黨團這個函裡面所講的 是針對肯亞這個事件 那我們應該有怎麼樣的因應作為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各黨團開始表示意見 我看我們就請有要求這個協商的黨團 先來表示一下意見 然後表示意見之後 我們可以再表示意見的過程 希望我們這個協商會達成什麼樣的一個結論 也都可以在說明裡面把它提出來 那最後大家再做一個綜合的討論 那最後再看我們共同的結論是什麼 所以我想我們就依照發文的順序 來先說明 我們現在請時代力量黨團來說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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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喔 今天就可能會確定是送去中國還是台灣 官方也跟台灣人講是要送來台灣 突然又跟他們說要送去中國 52個人 然後是今天 好 謝謝時代理人黨黨團 那因為就民黨這邊案子其實我們也支持啦 就是說除了院長來之外 現在今天可不可以黨團會議有 政黨協商這樣我們可不可以有個表態 我覺得也是可以做的 因為我想這不衝突 還有我再補一個 就是除了說他這可能是一連串的問題以外 另外一個狀況是很明顯發現這幾次各個部會的講法都不一樣 甚至於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所以我想行政院長他有必要講得很清楚整個政府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要不然我們其實現在在不一樣的委員會裡面 這樣子陸續的這樣子去質詢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大家講得又互相矛盾 這樣子還不如一次大家講清楚 從老大開始講嘛 對不對 好 謝謝時代理人黨團的說明喔 那現在是不是請民進黨黨團來說明一下 這個 我想大家有看到民進黨的提案 那過去像往常碰到這種事情很多 就是不管朝委必須有一定的立場 有時刻 那通常就是公共在宴會上出一個公共聲明 然後針對這次肯亞這個事情 當然我們公共聲明我們提出來公共聲明也草擬了 假如大家有改的然後再改 不過剛才聽到好像又有新的狀況 那這個新的狀況是馬來西亞 當然我們這個是針對肯亞 這針對肯亞 希望新的情願要發生 但是我想今天是不是要這個水平要先處理 還是等馬來西亞情形了解清楚 我們再一面處理也可以 至於院長來立法院 我覺得當然院長先認體制上面 請醫師說明一下 有沒有必要大家共同來討論沒有關係 目前暫時我們提案就是 處理共同聲明 好 謝謝柯總召喔 那幹事長這邊有沒有說明 我要請拜託議事處說明什麼 關於邀請院長來討論報告 好 好 來 來 說明一下 議事處奉命報告 就是如果要邀請行政院院長來 是必須依照立法院執權行事法第17點 上面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第一項是規定說 如果有重大事件發生 行政院院長可以主動 要求邀到立法院來 那第二項是說 立法院相當的人數的提議 然後我們經過院會的議決 也可以邀請他來 那但是今天就是說 我們在議程上面是沒有這樣的討論是這樣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 那如果要達成一個共識的話 就是必須用朝野協商結論的方式 大家能夠同意 然後才能夠邀請 以上報告 好 那麼高處長也說得非常的清楚 發動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行政院主動發動 一個是立法院要院會通過邀請 他才可以麻 那院會就是協商 所以今天這個協商 大家都可以看看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那我們請一下這個國民黨黨團來做說明 我想在過去這個可以說 所有總質詢完以後 幾乎院長是幾乎從來再沒有過來 除非開什麼臨時會特別邀請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正在會議進行當中 那我想這個第一項第二項就不必考慮 我們第三項當然就是透過朝野協商 那當然這個這幾天我想 我們每個委員會也都有排 也都有針對這個肯亞事情討論 但是我一直認為說 因為你馬來西亞現在他們的態度怎麼樣 還不知道 未知數 那這個馬來西亞因為他們現在到底是 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當然是要說直接 那些 那些詐騙犯可能就直接 我們把他引渡回國 但是現階段是不是有變數 還未知數啊 所以說我認為說 這個蘇院長這個是不是應該可以再 不要馬上立即做什麼很肯定的決定 然後觀看以後再做看要怎麼做這理想 那共同聲明我認為這是可以研究 是可以研究 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個立場 不管再朝再野 共同的立場 但是就是說因為你馬來西亞 因為這個案子在馬來西亞發生 不是今天發生的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你們去進一步了解一下 這是以上我們的看法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去我們其他的國民黨黨團的同仁 好 那個江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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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李委 總長因為馬來西亞這個案子 至少偵辦已經半年的時間 這個案子整個案子也都還沒有釐清 那我覺得就事情單純化的話 我們今天就肯亞的事件來討論 其實法務部也好 陸委會也好 我們對於這整件事情 中華民國我們保障自己的人權 其實態度是一致 這沒有朝野部分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書記長剛才也說明說 共同聲明我想朝野黨派 應該會有一個一致的意見 那就是後續就是對於院長 到底要不要來報告這件事情 我想各委員會已經有至少三個委員會 針對這個案子有進行過討論 那有沒有必要要院長再進一步說明 我是覺得可以稍微保留一下 我想我就補充我們外交委員會在禮拜三 其實委員會也有發表一個共同的三點聲明 那我在想大家立場都是滿一致的 那至於院長是否來針對這件事情做報告 甚至背詢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這個時機點 並不是那麼的恰當 而且你現在也是在進行這個相關的政府的交接 然後倒是應該讓各單位 尤其是司法部門 徹底的去檢討整個事情 到底環節出問題出在哪裡 那以及社會上大家對這整件事情的觀感 我覺得是滿兩極的 那立法院在這邊我們也不希望被民眾誤解 現在我們比較擔心是民眾 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 似乎也有可能誤解說 是不是我們在這個犯罪的這部分 我們沒有特別去強調 然後他也過度於強調 所謂的這個主權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這部分 立法院朝野都有 我想我們必須兼顧這部分 立法院的一個立場跟形象 有沒有補充意見 好來 其實我一開始是肯亞 這好像各自個別事件 那如果馬來西亞也發生 那剛剛很多先進也講 其實這事情發生滿久 其實本來是定案說這些人就是 回台灣各自遣返 其實也有中國籍的 可是現在情況是他們已經介入了 那所以這個事情好像顯然不是單一事件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又爆出來 然後我們的聲明 其實剛才大家也討論到這個聲明怎麼寫 現在可能又要再看 如果只談肯亞的 然後下午報馬來西亞 那我們這聲明就好像 有點過時 那可是 找院長來這個事情就會很清楚 因為顯然這是一個全 搞不好是全面性的 就是在每個地方去弄這個事情 所以在這時候 院長的層級可能不是個別的部會首長 我的意思是說 不只是從本黨團的立場出發 就是說大家考慮一下 這個事情如果繼續燒 立法院的作為要到怎樣的地步 那剛才 國民黨的同仁也考慮到說 會不會怎樣 這沒問題 因為張三正也有講提高行度的問題 他也有在院會提高行度 他也可以來做這個報告 所以我們的報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聲明我們絕對支持 只是說你現在變得情況不明的情況下 這個聲明今天早上很難寫 可是找院長來這個 我們也沒有急著說今天一定要他來 讓他把事情處理到一定的狀況之下 再找他來 可是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動作 我想 這個 剛才 國民黨朋友的擔心就是說 會不會覺得找院長來就是要修理他 就是要去維護犯罪 我想也不會 因為院長也講過他要提高行度 我覺得這個部分 院長來做專案報告的時候 他也可以提 我們在做 我們的建議裡面就是說 會有個尋答 那各政黨可以就他關心的面向來尋答這個事 比如說 講提高行度 這個也會變成尋答內容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動作其實 這個針對性其實沒那麼強 反而是比較適合 在目前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做這個動作 反而會比較適當 這是我的建議 好 還有沒有補充 院長 還有其他黨團的代表 我想針對兩個部分說明 第一個事情是 時代力量本來提案的內容 是希望 在今天的時候 就邀請 張院長 來立法院做專案報告 理由 我等一下要進一步補充 我們今天之所以 願意把這個時間 挪到下禮拜二 正是因為時代力量相信 當我們的國民在國外 本來應該要接回來台灣 現在中國出手阻撓 整個政府應該要上下一心 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把我們的國民 先接回來 那因此 我們希望 把所有的時間 把所有的時間 今天早上 留給行政部門去處理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早上 本來十點鐘 我們想 如果有黨團 反對的話 我們本來今天早上十點鐘 要召開另外一場記者會 清楚的說明 我等一下要說明的事情 但是 也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已經通知記者 把記者會給取消了 因為我要找來的官員 今天整個早上 可能都必須要負責第一線 把從馬來西亞把人救回來的工作 我們的態度很清楚 這個政府出去只有一個聲音 就是保障我們國人的人身安全跟自由 至於說 是不是有涉及相關的犯罪 當然 必須要經過審判的程序 予以定罪以後 有犯罪的 該處罰 當然要處罰 這件事情 實在力量黨團的立場 非常清楚 第二個 為什麼要邀請 張善政院長 到本院來報告 理由是 從肯亞的事件 乃至於在肯亞事件以前 所發生的事件 行政院內部的團隊 所展現出來的立場跟態度 根本不一致 根本不一致 我們的態度 一個政府對外 竟然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還有在相互扯後腿的狀況 這件事情的責任 一定要釐清楚 這樣才可以避免 未來會有類似的事件 再度發生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認為 即使每個委員會 都召集了相關的專案報告 到每一個委員會 每一個部會的人 說辭 不一致的時候 立法院作為監督 行政權的機關 我們到底要相信 哪一個部會的哪一個人 所講的話 因此 時代力量 才認為有必要 請張善政院長 率領 所有相關部會 的部長 到立法院一次 把話說清楚 講明白 不要立法院其他的委員會 針對這件事情 還要個別的 再重新的 去排報告 委員還要疲於奔命 在不同的委員會之間 去交互比對 他們的說辭 更重要的事情是 接下來馬上要面臨的就是 出現了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未來 在處理類似的事件當中 我們的政府到底要如何因應的問題 那當然 對於今天民主進步黨 黨團 所提出來的這個聲明 時代力量 願意支持 沒有問題 等一下就細部的文字 大家如果 討論 沒有問題 進行調整以後 發這樣子的聲明 以目前的狀況 時代力量 認為是適當的 沒有問題 但是 發了聲明以後 又如何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思考 的問題 好 這個 好 來 民主進步黨黨團 在這邊要呼應 時代力量黨團的說法 除了今天我們提出的共同聲明 我個人認為我們也應該要來支持 請張三振院長套議院來報告 因為這事況越演越烈 而且 在張三振院所監督的這些部會之間 這些部會首長的發言 非常離譜 然後 發生互相汗格的狀況 行政院有必要要 統一的對外清楚的表達意見 所以我們民主進步黨黨團 支持 請張三振院長到院來報告 好 好 好 來 那個我想要請那個國民黨朋友 再思考一件事情 那也是這幾天我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的 那我們看到從這個院的 從行政院的這個施政的這個業務報告 然後再到警政署 然後再到外交部 再到陸委會 再到法務部 其實他們一直強調兩岸過去八年來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績叫做兩岸共打 那也都有列出了多少的這些業績 然後也這幾天還不斷的在強調說 不要因為這些個案 否定了過去兩岸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 總共不分國籍總共補獲了八千多人 那台灣人有四百多人 那我一直在問剛剛我講這幾個相關部會 在國際上面已經很清楚的 都已經表示在今年初就有九個國家譴責 中國的這一種境外棄捕 都裡面有百分之九十幾 居然都是違反了國際秩序 涉及了強行綁架 非法偵訊 現人入罪 我要問的是 我們現在過去這幾年來 不好好的去跟 有可能有我們的犯罪集團 倭藏的地方去簽司法互助等等 而是靠著跟中國合作 那中國他用這樣非法的方式去抓人以後 我們跟他有個共識說 如果抓到台灣人 你要讓我們帶回來 可是這樣子是對的嗎 我們大家朝野共同努力了幾十年 才把台灣變成一個法治社會 我們已經沒有行求 我們也不能用釣魚的方法 我們也不能用這個現人入罪的方法 結果我們在國際上面的時候 我們去仰賴一個已經被國際譴責說 他都是在破壞國際秩序的這種 國際打擊犯罪 我們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一份子 我們應該是用光明正大的方法去跟各個 可能跟我們必須要有犯罪引渡 這個互助的這一些國家來合作 所以這個是目前這個政府他說的重要政績 兩岸合作的重要政績 到這幾天都還不斷強調說 不要因為這些案子 而去抹滅了這些的政績 我要回來講 如果昨天羅英雪部長還一直跟我強調說 這個是政績 這是事實 你不能不讓他繼續去宣揚這些政績 我要說的是 如果我們在國際上面打擊犯罪可以放棄 這些作為一個法治國家的一個原則的話 那我們乾脆就回到威權時代就好啦 在台灣也可以比照這些方法 強行辱人啊 非法偵訊啊 這個刑求啊 都可以用了嘛 我們如果在國際上可以接受說 跟我們合作的主要夥伴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而且把它拿回來當政績 那事實上我們在台灣也可以這樣子去打擊犯罪啊 我們其實就是已經不認同這樣的方法 我們怎麼可以用這樣 跟一個這樣的夥伴 讓他這樣去打擊犯罪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識 說你用這樣子刑求啦 綁架啦 非法偵訊 獻人入罪 但是有抓到台灣人的時候 讓我可以引渡回台灣 這個是我們辛苦一個法治社會 今天台灣變成這些 我們剛剛講的這種做法是非法 都是努力了很久 大家一起努力的 我覺得要請他們來好好的講說 連他們這個重要的政績 是不是建立在一個這樣子 非法的方式才得到的 我覺得這個需要講清楚真的 好謝謝林委員 好來徐委員 謝謝院長副院長 各位同仁大早 我想因為昨天在司法委員會 也針對了這個議題 大家討論了很多 那十大力量的朋友 希望說我們有請我們的張院長 可以對案情做更完整的了解 其實我們並不是反對 只是其實我們現在知道 從各部會我們得到的一個資訊 事實上是非常的少 那麼如果我們要請張院長 來做更完整的報告 是不是也要等到他 可以得到各部會更完整的一個資料 尤其我們最近很快的 要到對案去做一個了解 最起碼也要等到他們回來之後 能夠跟立法院報告一個 更完整的一個資訊 這是我們覺得應該會比較恰當 不然的話就算是邀請院長來 他的資訊也是來自於各部會所提供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關於 我想今天建議院長就是 既然大家剛剛對於共同聲明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意見的話 今天早上我們建議先處理共同聲明 那麼包括剛剛時代亮朋友提到的 包括有沒有一些這個譴責的一個字眼在裡頭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討論的 至於我覺得要請張院長的部分 可以等到在對於大陸的一個了解之後 我們再安排也是可行的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來 陳偉 謝謝院長 我們還是覺得說 還是要邀請張善政院長來做一個報告 因為現在我們必須能夠讓我們台灣能夠全盤掌握以外 最重要是要了解態度 因為我們的態度如果沒有站得很清楚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各部會到了中國去做了解 還是一樣會無功而返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目前的態度 到底應該是純實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還有我們要怎麼來協助他們 甚至我們在兩岸互助協議 司法互助協議當中 到底我們有沒有進到這整個協助的角色 那協助的角色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得到的訊息雖然是很片面 可是這個片面總是院長如果來召集之後 是不是能夠讓所有的資訊 能夠更加的完整 包括各部會能夠在同一平台做一個比較好的檢討 尤其現在不只肯亞 現在馬來西亞也有相對的同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表示現在一件一件的狀況 會陸續產生的話 那麼張善政院長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還是要請院長對於這整個事件 來做一個說明報告 從開始4月8號一直以來 到底我們行政院掌握了什麼樣的訊息 到底我們跟對岸對談的角色 這個平台所謂的各階層各階段的溝通 是不是已經發生了問題 我覺得這都應該請張院長做一個統一的 所謂的檢討之後來報告 可能會比較督出這個各部會的一個執行面 好 還有沒有 好來 我想我們首先就是對於今天的事情 首先就是比較急迫的就是要先去救人 但是我們在從肯亞這個案件 一直回頭看過去巴拿馬菲律賓 還有眼前的這個馬來西亞的案件 我們會認為對於人權跟台灣的主權的這樣的侵害 已經是非常事態嚴重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必須要行政院去建立一個一致的方向 我們也需要就是說張善政院長能夠再進 雖然不是今天 但是我們能夠希望是要求在下一個禮拜二 能夠邀請張善政院長對於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事件的處理 以及就是說我們台灣能不能就是跟進這種國際上 對於這種案件這事件的處理跟原則跟原理的這樣的態度的執行的方向 必須要做出一個表態 而且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就是整個朝野整個台灣一致的方向才可以 所以呢 呃時代力量這邊是要求就是說 呃一定要張善政院長能夠提出他的態度 謝謝 好 呃 好來 柯總召 那我講了這麼久齁 似乎我們對於整個程序處理上面應該先擬清啦 行政院長要來不來大家討論沒關係齁 但是實際上是用那個臨時提案去提嘛 要國民黨反對掉嘛 行政院長要來立晚做報告 這是一個很慎重的事情 造成行政司法的話 我們這個程序也要先談這個程序啦 好 只要行政院長要請他來的話 也要去 去程序委員去提案 列為 宴會討論事項 宴會討論事項 宴會討論事項再來處理 這是 程序要這樣處理 不是我們今天這樣講一講 他說請他下禮拜二來 這個五二一次費嘛 最快是下禮拜五 這個下禮拜五把這個案子列在 宴會討論事項大家去處理 那才有後續的嘛 所以我們要講說 要叫來請出是這樣處理 要請出去處理 否則的話沒有辦法處理 這是第一點 好 那 那 最快就是 下禮拜的程序委員會有人去提案 要宴會討論事項嘛 因為討論事項在處理 然後要統一讓他來 那就請他過來嘛 這是 我想程序上應該先把這個先離境啦 第二點 剛才有提到馬來西亞的事情 我剛才出去打電話問了一下 現在有一百多個人啦 剛剛五十幾個是台灣人啦 現在狀況請大家互在了解中 我不知道你們之心有沒有進一步 好 那第三點就是說 那現在發現馬來西亞 肯亞 我們今天本來是至少要處理肯亞的聲明嘛 至少今天能夠做得到的 這個要不要先處理 我們大概做幾個 幾個面向先把它離清 才能夠走得下去好不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要表示意見的 好 來 謝謝民進黨團喔 對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的支持 程序上面啦 要怎麼處理 我們尊重 本院相關規定的程序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只簡單啦 提一下詢問 請問下禮拜二 本院的院會 排了什麼議程 這個是我先提一下 等一下再拜託秘書長 或者是其他的人可以講 那第二個事情啦 是 我們是一個立法機關 我們在憲法上面 有我們的職長 行政院院長 到底該不該來 我想各個黨團 應該有清楚的態度的表示 到底是同意 還是不同意 如果是不同意的話 理由是什麼 時機不對 什麼時候來 下禮拜二拜太改 行政院院長 有一整個週末的時間準備 還搞不清楚狀況 那還要多久 下禮拜五可不可以 下下禮拜二可不可以 還是永遠都不可以 我想做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這個基本的態度要講清楚啊 不是用含糊的字眼 用拖的就可以處理了 如果要反對 那當然是每一個政黨 自由的決定跟選擇 但是把理由講出來 講清楚 我們各自對選民負責 來 現在 還有誰要表示意見 因為 我們 可能要進行處理 不然等一下喔 9點我們大會就開始喔 那 國民黨團這邊還有沒有意見 我想喔 我們就尊重行政院啦 他們願意來報告報告 不願意來報告 我們就是尊重他 完全沒有意見 行政院看他們要來不來 我們尊重他 如果我們要他來他一定要來啊 如果我們要他來他一定要來啊 現在的情況說我們要不要他來 那我們現在希望大家各自表態嗎 好 現在 現在 我告訴你我們尊重行政院 他們要來報告來報告不來報告就算了 百個百個不差啦 你知道嗎 這個 我看 我看這樣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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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第一點 今天發表 肯亞這個事件的聲明 我看三個黨團都沒有意見啦 我看三個黨團都沒有意見啦 不是啦 發表這個聲明都沒有意見 但是文字 大家要 大家要 要來 要來討論啦 要來討論 齁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啦 第二點 嗯 要不要請張善政院長到立法院來做這個專案的報告喔 那麼時代力量跟民主進步黨是支持要來做這個專案報告啦 那麼時間 不一定是今天啦 要讓行政院 有時間 在這幾天做應應之後 也不可能今天喔 再到這邊來 那 國民黨黨團是尊重行政院的決定啦 是應該這麼講嗎 尊重行政院的決定 但是尊重行政院的決定 我們還是有主動權啦 依照這個 呃 職權行政法第17條喔 只要有15人以上的連署候補議 那院會議決 那 啊 就可以邀請行政院長 跟有關的部位首長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所以只要有15個人 提議 那院會決議 就可以邀請他過來啦 那 當然 啊 我們是比較希望 這個 能夠 透過黨團 協商的方式 一致 啊 邀請他過來 喔 不過 也要時間讓他準備啦 因為 的確是這幾天都在應應啦 喔 那可能來的時間點 喔 應該是下禮拜二 或下禮拜五 喔 那下禮拜二 那今天早上就要變更議場 下禮拜五 就在 程序委員會直接把他排進去 喔 如果大家同意啦 喔 這兩個程序都可以進行啦 喔 那 國民黨黨團這裡喔 喔 有沒有 這個 可以 喔 就是說 就是說 能夠接受 下禮拜二 或禮拜五 喔 那禮拜二今天就變更議程 那禮拜五 下一次的 程序委員會 下個禮拜我們就直接排 啊 這個邀請他來報告 那就是下禮拜五我來報告 齁 那不知道 國民黨黨團這方面 欸 欸 那個 主席喔 有 有共識 剛剛主席有提到啦 就是說聲明的部分 嗯 共同聲明的部分 三個黨團是有共識 但是內容 大家再來 來 來看怎麼樣 調整啦 喔 那邀請院長來的這部分 國民黨團的立場 就是尊重程序 喔 立法院 呃 有提案連署 去邀請院長來 那就走程序嘛 喔 那 呃 程序過了 怎麼樣要院長來 就照程序走 喔 這是國民黨團的立場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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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那個 那個 高處長能不能 再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國民黨黨團 希望邀請張院長是 依照程序來 那我們的程序應該怎麼走 喔 才會符合 好來 是 議事處報告 按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17條就是有兩項嘛 第一個是行政院長主動 第二個是 當然也是要我們同意 然後安排議程 那第二項是 就是有委員提議 然後15人以上連署覆議 然後經過院會議決 那這個是必須要列為討論事項 換句話講就是說 如果照一般的程序就是必須在 下禮拜二的程序我們會 對 對 就是說在禮拜二的那個 有列入為 下禮拜五的討論事項 好 那那個時間點再看 哪一個時間 邀請這個行政院長來 所有的作業是來得及的 好 所以他的前提必須按照 17條第二項有一個提案 那進入程序文會 然後進入下禮拜五的討論事項 而且必須大家有一個議決 好 那這裡面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可不可以協商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有黨團反對 那理論上這樣的議案也是可以協商 好 這是第一個說明 照程序上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各黨團協商同意 包括今天 如果有協商一個結論說 邀請他下禮拜二來 那有這個協商結論 那這個程序也是可以走的 那另外就是說 理論上是來得及 因為 如果我們今天協商結論 那今天在院會就處理 那我們就會發 用院的名義發邀請函 因為這個 畢竟是 憲政機關 對憲政機關 所以必須 還是有一個邀請函 然後正式的邀請 然後 告知行政院說 我們在下禮拜二 有這樣的議程 那請你們準備報告 這是這個 協商結論 可以處理的方式之一 那協商結論可以處理的方式之二 就是剛剛院長提示的就是說 假設今天大家都同意 有一個協商結論說 我們下禮拜五 就邀請他來 那這個是跟 禮拜二或者是禮拜五 這個情況是一樣 只是時間點不一樣而已 但是他的前提是 協商結論 那協商結論的前提是 各黨團必須同意 只要有黨團反對 那沒有協商結論 就必須按照提案 然後按照議決的程序來處理 以上報告 所以非常的清楚啦 就是 共同聲明 大家都同意啦 那 要邀請張院長到立法院來 如果照程序 就是 黨團 要有協商結論 共同 一致 同意 不然的話 要在下禮拜二排入議程 那 下禮拜五 就是 另一次的大會 提錄 討論提案裡面 那進行 這個啦 好來 我們是支持就是說 透過政黨協商 就是黨的決議來做啦 那我也是覺得說 如果國民黨這邊 態度還是要比較明確啦 是不反對 走程序 那你們在 我們今天 沒有他剛剛 剛剛院長也說 程序包括黨團協商 決定可以 所以你們就反對嘛 那黨團協商 我們現在要 不是啦 因為你要出去 大家會問啊 國民黨在黨團協商太多事 國民黨就是 不願意跟我們協商同意嘛 所以你們協商反對啦 所以就要請 請 我們可以這樣講嗎 我想這樣子啦 我想這樣子啦 報告院長 來 我們開會 不要亂扣帽子啦 所以我們來問啦 我們來詢問啦 我們講的就是 照程序來走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想這樣子啦 我們先來處理 能夠處理的部分啦 我們先把今天對外的聲明 大家 各黨團都沒有意見嘛 這個聲明的內涵 先做一個處理 那邀請張善政 院長 要到立法院來做報告儀式 我們就依照程序來 就這樣子啦 這個我們 大家在這裡在 辯論也沒有用 就依照程序來 好 那我們 這個協商 這個聲明的內容 那 民進黨是有一個 大概 有一個草泥的 一個共同聲明 那國民黨這邊有沒有 好 如果有的話 我們都一起 全部都練一遍 然後大家再來做整合 那你們 這邊有沒有 好 那 是不是請 好 好 那是不是請 我們誰來練一遍 都練一遍 好 來 好 最下面那一張 高市長 最下面那一張 那你們的 那你們的 國民黨團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版本 有版本 好玩一下來 好玩都印給大家看 好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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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議事人員 拷貝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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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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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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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那 我們 是不是請 小長這個isin 是不是 各黨團的声明 都把它 唸一遍 然後看大家 針對哪一段的文字 有問題 還是要以一個版本 來做基礎 我那種可能建議Á 讀他們改修正的這一部分 對 讓大家知道修正哪一部分 這樣就好 所以民進黨團隊為主 我反正都一邊好了 都一邊 來 報告 現在總共有三個提案修正的文字 民進黨團團修正的文字是第一案 共同聲明 對於日前發生在肯亞 我台灣人民遭肯亞警方以暴力威逼 中國官方將我國人壓制中國的做法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我國主權 我們要提出強烈的譴責與抗議 政府有責任保障台灣人民的安全與權利 任何司法程序意義符合國際人權的基本要求 如果涉及海外犯罪 應遣返回台灣依法審判 即使涉及管轄權進和 也應透過協商方式予以解決 但中國當局卻粗暴地以強制手段 強壓台灣人民至中國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人身自由 此舉徒征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觀感 中國當局無視自2011年起 處理類似案件與我國所建立的默契 無視我方主權及管轄權 傷害雙方關係自身且拒 更無助於雙方關係的正向發展 我們要求政府應立即派員附中探視 即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部駐協議 即過去慣例處理 確保國人人身安全無余 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遭到關押的台灣人民 且未來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繼續宣讀第二案 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出的共同聲明 共同聲明 對於日前發生在肯亞 我台灣人民遭肯亞警方以暴力威逼 中國官方強將我國人壓制中國的做法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我國主權 我們要提出強烈的譴責與抗議 政府有責任保障台灣人民的安全與權利 任何司法程序應應符合國際人權的基本要求 如果是涉及海外犯罪 應壓解回台灣依法審判 即使涉及管轄權進和 也應透過相關國際法原理原則方式予以解決 但中國當局卻粗暴地以強制手段 強壓台灣人民治中國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人身自由 此舉圖稱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觀感 中國當局無視自2011年起 處理類似案件與我國所建立的默契 無視我方主權及管轄權 傷害雙方關係自身潛聚 且無助於雙方關係的正向發展 我們要求政府應立即派員附中探視 確保國人人身安全無餘 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遭到關押的台灣人民 配合我國將國民接返回台 且未來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繼續宣讀第三案 國民黨黨團的共同聲明 立法院共同聲明炒稿 針對台灣民眾涉及參與國際電信詐騙案 肯亞政府違反國際慣例 同意陸方強制將我方人民遣送至中國大陸 持舉嚴重侵害我方民眾人身自由權及司法管轄權 兩岸過去八年來建立的知和平穩定基礎維繫不易 兩岸人民應持續交流 增進彼此附信 避免誤判情勢 損及兩岸人民及政府共同利益 立法院作為監督兩岸事務最高民意機關 在此向中國大陸當局表達最嚴正之關切 陸方應與我方陸委會立即展開協商 同時依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付出協議 及雙方長期建立之慣例 儘速同意在台家屬及我方官員陸入探視遭羈押之民眾 並將相關人等移送回台審理 在兼顧涉案民眾基本人權及司法程序正義之前提下 共同打擊非法犯罪 維護兩岸治安環境 是否有當 敬請公爵 以上 好 那麼三個版本 大概大家手上都有 那我們現在就針對這三個版本要怎麼樣來做整理 來先表示一下大家的看法 這個國民黨黨團這邊 針對這三個共同的聲明 大概你們的主張是怎麼樣 好 謝謝主席 三個版本 當然國民黨團也有提自己的一個版本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如果可以依我們的版本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說其他版本來講的話 我們對這個民進黨的黨團的版本 其實跟我們差異也沒有非常多 只是說如果依照目前兩岸的 還有我們自己的憲法的 這個體力來看的話 是不是在中國後面加大陸兩個字 比較恰當 還有我國是不是改成我方 當然這是我們的建議啦 至於說立法院大家討論要不要改 這個我們也是尊重 那其他的大部分我想都大同小異 好 那時代力量黨這邊怎麼樣 其實我們修正意見就寫在上面 其實我們也是根據民黨的版本在修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就根據文字上來做就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以民進黨的黨團的共同聲明來做底稿啦 那大家再看一下 哪一段還是哪一些文字 做修正會比較 就是社會看起來 就人民看起來 立法院有進到我們的這個責任喔 是不是我們用民進黨黨團這個做底稿 大家來 再看一下 那是不是再請再念民進黨黨團的稿子 再念一遍喔 大家看哪一段還是哪一些文字有意見 來 共同聲明 對於日前發生在肯亞 我台灣人民遭肯亞警方以暴力威逼 中國官方強將我國人壓制中國的做法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我國主權 我們要提出強烈的譴責與抗議 政府有責任保障台灣人民的安全與權利 任何司法程序意義符合國際人權的基本要求 如果是涉及海外犯罪 應遣返回台灣依法審判 即使涉及管轄權進合 也應透過協商方式予以解決 但中國當局卻粗暴地以強制手段 強壓台灣人民至中國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人身自由 此舉圖稱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觀感 中國當局無視自2011年起 處理類似案件與我國所建立的默契 無視我方主權及管轄權 傷害雙方關係自身解聚 更無助於雙方關係的正向發展 我們要求政府應立即派員附中探視 及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附助協議 既過去慣例處理 確保國人人身安全無餘 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遭到關押的台灣人民 且未來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怎麼樣 OK啦 四平八穩 其實我們後來修改加的是在協商方式那裡 我們是希望改為相關國際法原理原則啦 因為我們最近幾天在討論 其實大家在談的 就在談說這個是不符合一般的國際通則 那所以我們在想說是不是協商方是改這個 那第二個我們改的是最後一段那裡 不過那是邏輯的問題啦 釋放遭到關押的台灣人民 那怎麼回來呢 配合我國將國民 接返回台 這只是邏輯上的問題而已 只是前面協商方式 或是也可以說協商方式 應該透過協商以及遵守相關國際法原則 原理原則這樣 這個實在地上黨是建議透過協商 把它改成相關國際法原理原則 那下面我看這個全訪雙方都有一定的程序 那就不必加了 這個品位 這樣透過應該透過協商方式遵守相關國際法原理原則 予以解決啦 就直接把它加進來 不要把協商方式拿掉啦 好不好 就是意思是說這個協商方式 要照相關國際法的原理原則來啦 好不好 這樣可不可以 透過協商方式 依相關國際法原理原則 好 依相關國際法原理原則 我們這邊怎麼樣 我們這邊怎麼樣 那就依照這樣 好 那 蛤 好來 那 要再練一遍還是要看過 好再練一遍 再來一遍 好來 好 好 共同聲明 對於日前發生在肯亞 我台灣人民遭肯亞警方以暴力威逼 中國官方強將我國人壓制中國的做法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我國主權 我們要提出強烈的譴責與抗議 政府有責任保障台灣人民的安全與權利 任何司法程序意義 符合國際人權的基本要求 如果涉及海外犯罪 應遣返回台灣依法審判 即使涉及管轄權進而 也應透過協商方式 鬥點 依相關國際法原理原則予以解決 但中國當局卻粗暴地以強制手段 強壓台灣人民至中國 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與人事自由持續徒征 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觀感 中國當局無視自2011年起 處理類似案件與我國所建立的默契 無視我方主權及管轄權 傷害雙方關係自身且具 更無助於雙方關係的正向發展 我們要求政府應立即派員附中探視 即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付出協議 既過去慣例處理 確保國人人身安全無餘 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 遭到關押的台灣人民 且未來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以上 我還是做最後的提醒 因為在這個版本 最後還是有說集一兩岸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那個還是有留著嘛對不對 對 有 那前面我剛好提到 就是說依照我們現在的憲政體力 就是我們要是目前依照 這樣子有點兩國的味道 還是要回到兩岸的味道 這個我想我們做一個提醒 這裡面也有中國大陸啦 也有中國啦 所以 這邊有中國大陸 此舉途征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 有沒有 都有兩方面 都有直接講中國啦 中國當局 要寫大陸當局這樣 還畫人家 對啦 那你就全部都寫中國大陸當局就好了 就全部文字就好了 我想 我想我們是提出來建議 對啦我是覺得不用 因為我們那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對啦我是覺得不用 因為我們那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方便這樣改 我想就這樣子啦 好啦 應該 好 那我們就 他已經請出來然後大家簽名 然後大家簽名 重新打字喔 好 好 那等一下還不能走 還沒有簽名喔 就不能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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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